來 接下來是這個說到屏東 屏東的一個優勢的一個 九月以後看人 我個人的看法 大概就是選一些這個 因為屏東已經算熱帶 很多人都會說 海南島比較算熱帶 這種說法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北維歸線以南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稱為 這個亞熱帶和熱帶的交界 所以當然 這個屏東應該就是選一個熱帶地區 但是我們在這裡 這個雖然是熱帶 但是熱帶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它會受到東北季風 南北季風的一個影響 因為它接近在這個大陸的邊緣 所以我們會去受到東北季風的一個影響 這通常是這種的一個情形 我們在說這個熱帶 熱帶就是地球的這個南北尾線 南北尾 北尾歸線 南北尾歸線 北尾歸線是23.5度 這 我們大概是簡單說是這樣 這應該是23度26分 但是我們都說23.5 大概在這個範圍裡面 都叫做熱帶 所以嘉義以南 其實高雄賓東 一種都是算熱帶地區 熱帶地區 好 這種環境 它還受到 它除了熱帶以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別 就是說它是大陸邊緣 還會受到部分的 這個 東北季風的一個影響 所以它有一個很特色的 就是在寒冷的時候 它不會太冷 偶爾 當然一半天 如果是寒流熱的時候 就比較冷 所以我們可以去種一些這個 比較熟 因為現在 現在在南北 譬如說嘉義粉 因為這邊的紙質 都是在寒冷 不種小番茄很少 所以多數都是種小番茄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油性 所以我們可以種回歸 回歸還是有一定的量 就是說 它比較好操作 就是說 在目前來說 它的價格上 其實還是可以的 對一定的三樓來說 所以 這是可以去科路的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 寒貴 寒貴這方面 看起來 寒貴 寒貴 我們在種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 因為現在整天都在吃寒貴 應該都有的人說 現在的人 只要吃寒貴 不是啦 因為現在的人吃很多寒 所以要吃寒貴 比較不會寒 所以呢 其實苦瓜真的是要弄一點 因為這個 對這種 這個苦瓜鹼 對我們的身體很好 這種東西是 一些在新陳代謝裡面 很重要的 一個 植物化學素 叫做植化素 這種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好東西 所以 苦瓜幾點 這個部分在寒冷 在說 入秋料 這個部分在冰冬 來種 冰冬膀 來種苦瓜 這也是有它的油性 還有一個在傳統上 傳統上 我們像這個菜刀 藏的這種 藏的菜刀 這也是一個 藥性 這個 瓶性 這個瓶性 還有一個是這個薑 茄子 茄子 在告尾以後 這也是 賓冬的 一個天下 我們現在說的 都說得虧了 就是說 水垢你種在那裡 那裡不會沾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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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是這個 有一個優勢 所以這個茄子 薑 在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在選的這個 薑普通就好了 就是說你不能去選的 就一定要種茄子薑 比較好吃 是怎樣 沒有太大的必要 就是說剛好就好 因為那時候 在 這個中部這家 都沒有 所以像屏東那家 有 因為薑是比較高溫的 一個高溫的 這個環境 所以 我們可能在這方面在種 我們可能就是種 這個 屏東長茄這種為主 這種呢 他比較耐 比較耐溫 算是 如果是稍微有一點 冷冷 腰會沾 但是他不是說 特別耐寒 但是就是說 如果是可以 假接當然 現在目前在台灣 改成 因為都水流起來 去種這個球 所以 假接很少 在大陸這邊看到 這個球 差不多 八分七 我看到 如果是到才好 都差不多八九十以上 都是做這個 就是說 他們沒有隔著 他們不喜歡吃 恐嚇帶比較重 他們是用野生的一種茄子 這 叫做 土禄巴姆 這種東西 他們會接這個球 這個山龍很高 而且 這個土禄巴姆 沒有什麼會怕冬 比較不怕冬 所以冷的時候 他三糧一樣會出來 最初我們的屏東長茄比較濃 所以冷的時候 有時候稍微軟一點點 他的三糧的感覺 所以他會帶這種東西來做 就是說 他本身屏東長茄這種的 他就比較濃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是還不錯 其實 我是有一個 有一個還蠻我感覺 就是說在這裡看久 有一個還不錯的瓶頸 一種長茄的瓶頸 在冬的時候 那個瓶頸很漂亮 所以那是這工那邊 他們有人擠 因為這工那裡很愛吃雞 所以他們在那裡比較冷 所以 在這個 在這個药門 在長茄這邊種的雞 就是都比較接近 我們屏東長茄的一種 但是他們在選的都選好 為主要還沒有我們屏東長茄 你在這工那邊 他們有的就酒瓶在種 剛好冷的時候 這個屏東長茄 正經冷的時候 屏東長茄的汽水就比較沒那麼漂亮 他這個可能汽水 還不錯 所以有時候他的效果不錯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在這個在種的時候 就是說 屏東應該是熱人這水 你就可以五六月之家 你就可以開始進去種 因為這時候進去種 剛才好雜糖切起來 因為我們那裡比較早 雜糖切起來 種你會好睡 就可以準備進去種 種之後呢 來六六熟燒也能採收 種 種成本到幾年的 一個這個四五月 有的種比較慢一遍啦 因為你這方面就是說 九月 再來就沒什麼叫糖吃 所以那時候 春早有人會種 但是拖斑 屏東拖斑 南市春早就拖斑 拖斑 怎麼有它的這個油性 但是拖斑通常 會去拖到這個 中部這邊的一個 早的一個這個麻糬球 會去含它 含它收拖到 含它收拖到 我們就沒有油性 這種通常是這樣 這有時候是 這幾個層 可能要他 稍微做這個調整 但是對我們來說不差 因為我們拖斑 之後呢 這些斑斑 斑來說 它在這方面 就有一樣的優勢 在那裡 所以這也是可以去拖斑 一個這個地方 因為 現在在政局 我們都是做一個這個 做三幹整治 還是做現在有的 做這個V字形的整治 就是說 它整理的時候 撈兩車來撈四條 兩車跟兩車 撈這四位 就給它開車分開 其他的蝦子來就都黏著 基本上都撈起來 撈一個四車 這個叫做V字形的整治法 在長期有的做一個這個 算是我們做雙幹的 其實是緩繞節 好處 但是有的都會建議說 算不要漏這麼多月 減漏一月 減漏一月呢 因為這個屏東長期比較沒有 算減漏一月那時候比較冷 所以我們減漏一月 有時候那些三糧還不錯 還不錯 這也是在經濟修正 你要去做配合 這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形在那裡 這是在球的這個方面 你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說好像 還是有它的優勢 我想到的大概是在這幾項 就是說在我們的姊姊財裡面 靠一個這個拼頭 可能在這方面 回歸應該是這幾年 很多和平義務館 你去姊財的姊姊財 雖然你是種這種全磁性的 但是他們都會習慣 我們種兩種不同的拼頭 例如說我種一種 又種另外一種 甚至有時候 他會去種一種 古早的那種傳統愛 愛受粉的那種拼頭 然後去幫忙 利用他這個 種起來很多工費 讓他雜交 讓他去受粉 這種應該不可以說叫雜交 也是廣義的雜交 但是他去受粉後 這種的產量其實是很高的 這以前是顛覆的 因為以前 我們會種這個回歸 種全磁的 就是說 都沒有這種的節節方釋 這有時候我們看到 可以幫他 做一個操作 所以在這裡可以有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如果是可以 我個人的節節看法就是這樣 所以你參考看看 有時候這種東西就是 整個我所了解 大概就這幾個是 是感覺還不錯 就是說在目前台灣 這個政地區的 這個是越來越多 大家比較感激 去投資 稍微的節節部分 創料比較好 所以一般來說 都會稍微去做料 我會比較有力 稍微去看 比較欣賞 比較欣賞 有時候 要像以前 有這麼好的節節介紹 好像不太那麼的有一點容易 其實我也看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在我們開始在 前77年 78年的時候 一公斤的回歸 也是30幾塊 70幾年 一公斤也是賣30幾塊 好價的時候 7、8、9、10都有 也是人家賣了 破百貨的機會 這也有最高的 當然 那時候最高的 200幾塊 這230幾塊 這230四 這個價格也是有人買 現在 這個民國78年 78年的時候 會回歸 這個價格 差不多在 平均都要有30幾塊 我們更加落產 要有30幾塊 現在 料料就都低於30塊 這要有30塊 騎不上去 你會想 那時候的30塊 和現在的30塊 差在哪裡一隻 如果以物價來說 就不要說什麼 如果油錢就差這麼多 那時候 一粒賣一個 這個 汽油 19.3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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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印象獎簽名 那時候阿伯 自己 騎桌外開車 加油 都是這種的 所以請請做一個工作 影響很深 你看那些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 我會搞不太清楚 很多人說 台灣就那麼多土地 現在 這種地區的人 以前比較少 現在比較多 所以差別是有 所以 或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 讓自己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 都會有 很多的經營 好像越做越困難 但是 我個人的看法 大概這輩子 就是說 利用藍白的 這個 第二層的差異 其實我們這邊 有些這些電過類 是有機會的 但是 現在很多 大家技術也都很不錯 所以有時候也沒有那麼容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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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